欢迎收看综艺TV24,请订阅频道,不错过今日最热资讯 中国好声音2023阵容全换,四位导师曝光,被指门槛太低 中国好声音想必大家都不陌生,前几季的时候非常受观众追捧 第一季更是捧红了不少学员,然而也逃不过随着一季又一季的更新 质量、阵容等均被观众吐槽的厉害,尤其是去年播出以后,更是争议不断 甚至让很多观众认为没必要再继续下去了 但是作为某卫视的阴踪,收视率还是可以的 所以即便饱受争议,依旧在上一季结束以后,开始筹划下一季 为了让节目有所创新,能更吸引人 据悉,节目不单单只是唱歌,会加上唱跳 虽然这样的类型并不能算得上创新的 但是对以往中国好声音的舞台来说,确实是一种改变 而且之前的观众基础好,再加上话题度高 不知道做出改变以后会不会迎来收视率的突破呢 根据爆料,之前的导师阵容将彻底被换,由全新导师作证 而网上也出现了最新一季导师,分别有周深、邓紫棋、林俊杰以及华晨与四人担任 看到该消息的网友非常惊讶 周深曾参加过中国好声音第三季,只是当时被淘汰了 但是后来凭借大鱼火速窜红,而他唱的《达拉崩巴》更是让人上头 之后他也经常会在很多综艺节目中看到他的身影,可以说是发展得非常好 邓紫棋就更不用说了,不仅唱功好,音乐创作才华更是突出 属于实力派歌手,而且其流量,人气都非常高 之前也曾作为好声音梦想导师助阵 可以说成为新的导师很合适 林俊杰从出道到现在都有非常高的人气,不仅仅是资历老 更是他的歌受欢迎,传唱度高,也曾多次担任其他音宗导师 所以成为中国好声音导师,不过是换个节目而已 有绝对的实力和经验 华晨宇,可以说近日非常的有话题热度 然而对于他不管是他的人,还是歌都备受争议 喜欢的非常喜欢,不喜欢他的也是十分讨厌 网上对他的评价也是两极分化严重 很多网友认为不仅仅年龄不合适,很多方面都不合适成为导师等 甚至有网友表示应该加两个资历老的歌手 这样才更有看透 对此,你怎么看呢? 感谢收看,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用 别忘了点赞、评论、订阅、转发和收藏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